路透就引述消息人士说 譬如中国银行或者交行 就会在今天下调的定期存款利率 降幅有机会达到十个基点那么多 还有内地降准就今天开始生效的 就释放5300亿资金去市场上 就是针对那些中小企 就希望多些资金去支持他们发展 好 这个消息你觉得对内银有什么影响 没什么帮助 你问我是没什么帮助的 第一方面就你不会在思考角度上 就是因为内地放税 他们可以借多些钱出去 借多些钱出去就赚多些钱 你不会用这样的角度去想 就是内地为什么要降准 为什么要他们释放多些资金出去 其实简单一点 要他们多拖多些 risk 就是叫做靠经济 扶持不同的中小企上面 总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你看第一季业职 就是好像朝汉那样 资产质素都开始转差 其实银行可能可能 还要做更加多的撥备 或者以往好处就是大型银行 撥备覆盖率很高 但问题是短线有回撥的状况 机会也不大 甚至在放税过程上 他们的息差很大机会会收压 所以就说银行股 如果你说现在市况气氛不好 他们都很难说完全逆市做好 但是如果你的仓位上面 有一些大型的银行股 你抱着一些长线投资心态 就没什么很害怕的 第一方面就是说 他们不会跌得多于大市很多 现在不是银行体系出市 所以他们有防守性都会仍然在 但记住他们的防守性 就是跌在上来跌得没那么多 不解而已 但会不会很strongly recommend 这段时间 去买底 去买的时候 我又不会这么做的 一个问题就是解设的市场好一点 真的能够回升那段时间 你看回好像三月中的市场 一直都试试弹很多 银行股会跑输的 当一旦市场足底回升那段时间 银行股也不会涨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角度上面 就是以放水 刺激经济等等的手段 去买来人股 是不适合的 但如果你纯粹 你的钱既然都是 真的好像基金那样 是不是都要投放在股市上面 放在来人股 用来收息 没问题 但就不要打算财息兼收 或者价位上面会上升很多 就算强手 像招商银行 油厨行那些 短线的调整压力都会大 所以我想暂时来讲 来人股 如果是抱着一些长线收息 不看股价 每年它稳定派息给你 你就可以了 退休人士 这些位置可以考虑 股息率是吸引 但有得考虑的原因 就不凡它先升低 纯粹它们的业务 还是稳健的 但是如果你纯粹要炒股价的话 花点时间 在其他股份上可能更好 好 有朋友就问 那油厨行1658 现在值不值得 就是那道理我们最怕追跌 就是你讲 跌暂时不会跌得很深 但是出完业绩之后 会不会 常见到盈利增长放慢 或者那些不能态款比率 都一样是有个回升状去 可能都会追回跌 所以你这些位置 又不会特别高直播率 讲直播率的一件事就是 升多少跌多少 我们讲承担的风险比较少 大不了止蝕 那些位置止蝕 不会输太多 那相反的就是说 你对股份很有信心 短线的气氛又走的 那很大机会会升上去 那就是高直播率了 那大问题 如果你看到油厨行上面 6.6 6.7 明显地一个大箱顶在这里 那当然 那个颈线位很远 5.6 5.8 5.5 5.6左右 有段时间都不穿 不用担心这个箱顶着 那但是 当去到穿颈线位的时候 你才止蝕 会不会较了一些 就是你就是这么想 无端端 油厨行本身 你这些水平米不胜得多 你要看7元都不容易 升一成不容易 但是 对回去颈线那段时间 认输一升 这些就是不高直播率了 所以短线来说 油厨行 6元是挺吸引的 那些位置 到时候那些位置才算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油厨行是强小的 但现在问题 整个股市都不是特别气氛 特别走的情况下 我觉得就不主张 这些位置仍然出手住了 嗯,好啊 嗯,好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